目前日前发生两名长者 89岁有心血管 以及泌尿道疾病的老翁 以及57岁洗肾的妇人 在施打疫苗后死亡 加一地检署检方 解剖相应后 发现妇人有静脉栓塞 肠道血管栓塞等情形 是否和打疫苗有关 还有待法医研究所来做最后判定 中的无姓58岁女子 在解剖后初步研判 有相关的静脉心肌病变等症状 而这些症状后 是否跟与疫苗注射有关 将由法医研究所的鉴定 之后作为最终的一个判定 检方还提到 除了这名无姓妇人之外 另外一名89岁有心血管 和泌尿道疾病的老翁 在施打一完疫苗之后 也不幸过世 而他的解剖相应 有肾脏脑部心肺等疾病 是否和施打疫苗有关 也同样需要等待法医最后判定